好幾位民眾收納三角漁網 在海邊磨黑捕撈日本突投殺魚苗 不過一旁卻看見多名海巡人員 利用手電筒搜索海面 因為不久之前金船有富人 因捕撈魚苗被大浪捲入海中 人流走了啦 是喔 當時中後怎麼樣 他就從 他從海下面走 都會從這邊走的話沒關係 他從海下面走 29號凌晨 一名44歲富人 原本在金輪溪海口捕撈魚苗 經民眾通報遭大浪捲走後 大飛警銷立刻趕往現場搜救 經過兩個多小時 一艘距離事發地點約兩海裡的漁船 通報在大足高溪外海 發現載服載成了富人 海巡人員趕緊派人前往救援 最後把富人從富岡渝港 送往台東麻建醫院 富人成功獲救 不過讓海巡人員相當訝異的是 他居然完全不會游泳 兩個小時時間只靠著水母飄 奇蹟生還 他是還蠻清醒的啦 就是在那邊宅不宅生這樣子 他身上都沒有求生虛虛 而且他聽當事人說 他也不會游泳 飄了大概兩海裡左右 洪南飄兩海裡左右 然後居然大概0.5 0.3海裡左右 金輪溪出海口 是南匯地區捕撈日本 突頭沙魚苗的主要地點之一 由於目前一公斤散看四到五百元價格 因此每到深夜漲潮時間 吸引不少當地族人前往捕撈 所信證明富人集中生智 且幸運被漁船發現 才成功結束這場海上驚魂 也呼籲前往捕撈的族人 務必要注意自身安全 原始新聞 台東太馬里台東市採訪報導